恭喜 接下来请收看 蔬食好主义 蔬食好主义 美味有创意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欢迎收看今天的蔬食好主义 到了年末年终 就是亲朋好友 和一家人团聚的好时光 在这样温馨欢乐的气温中 当然少不了满足的佳肴 不过也有很多人会担心 吃得太过油腻 因此而变得肥胖 而开始改变永远不嫌持 大家可以从现在开始 跟着我们的节目 来学习一道又一道的蔬食料理 就能够吃出健康无负担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为大家介绍怎么样的料理 让我们一起看下去吧 今天我要再为各位介绍的第一道美食 叫做冬瓜中 也就是台语的 人家说如腿酷 如那个腿酷 那我们用素的一样做得非常香又好吃 来我们看看食材有哪些 看这里 最重要冬瓜中一定要有冬瓜 而且冬瓜要选头 头这个地方的冬瓜的一小段 然后青江菜八角树鱼姜 香菇 香菇丝已经切好了 这个笋丝 辣椒姜老姜 这样就OK 这些食材做起来就不错吃 还有调味料有哪些呢 你看这里 盐 胡椒粉 那个橄榄油 糖 素蚝油 这些就可以了 那你要加你自己想要 口味重一点点 你可以加你自己的调味料也可以 这样就全部的食材 大家好 你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秋师姐好 阿弥陀佛 好久没见了 好再麻烦你 我们这次都要 麻烦你做过年的年菜 好客气 我们一天要做个冬瓜 就是像那样 你跟我说这很棒 好我们就来试试看给大家看 好不好 好试试给大家看 那从开始是 我们是用 孙西 做铺底 然后用冬瓜 来做一个整合 那绿色的我们再来围边 好 那我们首先先把 孙西 我们这个冬瓜 因为我们有个脾气皮 我们可以换起来 这样比较快 好 那笋试我们先 已经开火了 把它先 好放下去 穿烫 对 烫笋诗先 它要时间满 比较久 对 其实你这样想 这孙西来说都有带酸味嘛 所以都一定要穿烫 之前我有先让它洗过 对 泡过 所以不要烫那么久 但是在家的话最好是 要腾较久 那我们把它加盖子 比较快 它会比较容易打开 对好 那利用这个时间的时候 我们来做一些 这边是要围边 那围边我们就有点太长 把它处理起来 然后可以在那里 好 去吃 那这边川烫 对 ias 脸会很漂亮 对 我们来加一点 那我们来加一点 姜跟辣椒 对 那 微辣就好了 微辣就好 不要太辣 因为 适合前家人吃 太辣 有的小孩不敢吃 你会的话 好洗 放一顆差不多 好 那也把薑片 薑片我們先把這個去掉 這個老薑 去掉 對 因為稍微整理一下 要不然人家說皮熟 最好不要烤掉 可是這樣的皮非常棒 稍微 稍微一點點把它處理 很多餐廳好像 那不管素的分的都有 素的都是做冬瓜葱 對 我們講冬瓜葱 分的都講 它的形狀起來 有一點像大菜的感覺 感覺也很重要 不只是要好吃 感覺也很重要 差不多 好 那我們首先要做這個 就是會比較 冬瓜會比較費時間 先把它皮去完以後 我們先把它切成一塊一塊的 切一塊一塊 要大一塊 對 要這麼大 然後呢 我們它就是要夾 要夾這個樹漿 所以它才會整合起來 整合才會黏起來就對了 對 所以首先我們先把它 一塊一塊的把它裁起來 好 那大小塊盡量一樣大 對 不要有那麼大塊 有那麼小塊 它蒸起來就會 比較一樣的均勻 均勻 那這個差不多這樣剛好 那買的時候也不用買太粗的冬瓜 太粗的冬瓜 有時候你做也那麼大顆 對 這樣吃不完 對 那這個冬瓜 剛才我這裡有拍起來 就是這樣的高度就可以 這種高度就可以了 對 那就剛好可以做到一個 好 我們來 然後在這裡 這些放這邊 好 謝謝 謝謝 願意幫忙 真的好 那兩個真的比較快 比較快 我們這個等一下它 它做起來亮 剛剛好一顆 我們有算過了 好 一個圓圈圈 對 我們現在要做圓圈圈的 等一下要把這個東西放到 夾在中間是不是 然後我們要先 切下去 不要切斷就對了 對 兩刀 兩刀就可以了 所以今天說這個菜會比較會工一點 沒關係 讓大家想 想做的你就 可以試試看 你總要進階 對不對 不要一直 只有吃比較簡單 對 對 好的 那這個已經 OK了 汆燙已經 很棒 好 剛好利用這個時間 就把這個東西做好了 這個損失 要先浸 先浸泡一下 先後買 盡量不要買一些比較有泡藥的 比較 雖然價錢會比較高 但是它的食材會非常好 就不會 你看光燙起來 買起來很黃很黃 不見得好 剛燙起來這個水都 都非常的 乾淨 還算滿乾淨的 一般你沒有買到好的 水質的話做起來 整鍋水都很黃 都很酸 很黃又很酸 這個假說你在這裡家裡要滷水 也是這樣比較好 對 汆燙一下才去滷 汆燙才會比較好吃 有的不知道 就買來直接滷 那個實在是非常難吃 對 所以一定要先汆燙以後 你說汆燙 鍋子弄乾淨 等一下要爆香 OK 好 然後我們 今天我們現在就先來 先炸這個 先炸 先炸 炸這個炸好 炸好以後再來 因為這個炸好要讓它 涼一點 涼一點不然你手不好做 對 好 在炸的時候 在等炸的時候 我們來準備這個 這個材料 把它 把它這麼長 我們就把它弄短一點 切一下就對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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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裡面有一鍋 做好的在那邊蒸對不對 對 我看現在先把那個 OK 把它壓下去 等一下 好 時間會不夠用 來 切短一點 這樣才去滷醇 就是這樣去滷就很好吃 等一下爆香就可以了 好 OK 好 那我們就可以炸 先把它弄好 就可以炸 直接 這個溫度差不多 不用太燙 不用太燙 那就是要先 一般這個厚度沒辦法炒 所以一定要 稍微炸一下 你加水下去的話 因為會爛掉 所以 冬瓜它液到水很容易就熟了 所以要用炸的 炸讓它成形 而且不容易爛掉 對 好 這道菜 是有花了比較多一點的時間 但是 總是要做讓人家呈現 你要不要升級 常常做焦糖菜也要做一點 比較有感覺說 對 這個過年有 這樣有一個大菜 對 大菜的感覺 這樣才不然吃素的 沒有什麼菜樣的話 大家就覺得說 好像很單調 對 這樣就 就不錯了 應該 再炸一下 讓它皮稍微乾一點點就好了 就可以了 看這也差不了多少 好 那其他這個還要再去汆燙 等那個都做好了 那邊都蒸好了 去蒸的時候 才去汆燙 然後再來把它燙一下 好 差不多這樣子有一點 有一點軟 皮有一點做這樣就差不多 等一下我們這一道菜是下去蒸 所以 還要花時間不用炸很久 不用很久 要有一點 焦焦的感覺 這樣就差不多了 這樣要水氣的話 用這些擦一下 不會水氣去撈的話 比較會 比較危險 OK 還好 還好 可以 好 可以了 你先把它關火 比較不危險 記得 你要放東西下去炸的時候 這是 連考試都有這個規矩 你要放東西去炸的時候 因為炸一定會有油 那放下去炸的時候 一定要關火 照理解 一定要關火才可以放下去 不然有水氣的話 一去噴到油 哇 整個都爽起來 那後果真的很難 很難收拾 真的很難收拾 好 這個考試就是讓它滴油 好 那利用讓它滴油的時候 我來炒個菜 好 加一點油 對 這個 這個橄欖油 這個 油一定要夠 因為它這邊有那個 損損心 損失沒有油的話 這個損失會覺得很不好吃 所以我們要加兩匙 兩匙 兩匙 這麼多兩匙 那麼小兩匙可以 可以啦 因為我們的量也不多 好 那我們先來爆香 好 這個不能爆太久 它要煮它會苦苦的 而且爆好的時候 要把那個料撈掉 撈起來 對 不能沒有撈掉的話 一定要先撈起來 咬到那個真的是很恐怖 對 好 然後再 我們放一點 薑 我們剛才切的薑 對 把它撐開 任何的薑片都要撐開 辣椒 辣椒不能太早下去 對 辣椒下去 它會黑掉 然後會苦苦的 對 好 很棒 這個 這個八角 八角真的放的適量的話 非常的香 它脾胃而已 它比較 它比較 但是你放太多 沒有適量的話 會變成反效果 對 所以一定要很注意 八角它很適合筍絲 因為筍絲比較涼 對 比較寒 那我們用八角這樣爆著它 對 那就差不多 多少 對 好 然後 然後我們 香菇 對 我們加一點那個辣椒提味而已 嗯 那我們八角差不多可以起鍋了 對 因為這個一定要撈掉 除非你是滷豆干還是什麼 加滷滷好的時候撈掉 可以 假如說你要做這個一定要撈掉 那香菇我們少洗 讓它爆香 對 對 OK 非常好吃 這樣 全部的材料都在這邊 都香了以後 嗯 再把筍絲 我們把筍絲下去 好 筍絲倒下去 如果這樣撈就很好吃 對 就直接這樣滷就已經很好吃了 對 然後我們調味 嗯 就加一點那個蠔油 就當它有一點點顏色 那邊不能太多顏色 讓它因為筍絲本身 它有那個 有鹹味 鹹味 所以我們要加一點 加一點點糖 不然它會有 對 一點點糖 好 已經香了 我們加一點 燒湯 高湯 或者是水都可以 水都可以 好 好 好 都讓它醃過就可以了 不用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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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然後我們一樣把它 拌均勻 拌均勻 拌均勻去煮它 好 OK 那那個冬瓜已經OK了 對啊 已經可以了 放在這裡 對 還是要放在這裡 這裡可以 好 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然後在這邊包 好 OK 那那邊你給它滷筍絲 筍絲不怕滷 對 那我們就來 開始來 來做手工 對 對 現在要把它加工起來了 好 那我們這個 素姜 現在就派上用場了 要把它黏住才不會 對 要把它黏住 好 好 那這個就塞在縫裡面是不是 對 實在有沒有很費工 但是它這樣好處就是 就是它會 會連鎖起來 就比較不會說散開 對 對 那這個火可以幫它 關小一點 好 筍絲就是不是要快火 一定要慢慢的 對 慢慢去燉它 現在弄順絲 像我差不多 40分 筍絲才會好吃 對 然後它有 切開的地方 我們要把它 這個幫它夾住 這樣夾住 它就會比較 比較會連鎖 這樣夾住 對 這樣連鎖在一起 對 那你有 我們剛才有切兩刀 對 所以這邊就是要把它 夾一刀夾在裡面 兩小頭就對了 對 然後 素魚薑 對 它本身就有味道了 對 它味道很濃 然後你這樣子的 靠它的這個連鎖 來擺 擺 擺 擺它們在一起 它們融入在一起 因為這樣排了以後 我們損失要塞在中間 對 這個後板可能太小 對 那不然就排在這裡 對 也可以 這樣太小 排在這裡好了 然後我們的量也蠻多的 對 我們就把它排在這裡好了 好不好 好 我們先起 對 好 要做一些 就直接排下去就好 好 好 就把它直接 來 排一排 它就水汁放下去 這樣就 這個中 比較好 因為這個 下面太尖 對 它們的 的中間 它們的中間 還要做一個動作 就是 它們的旁邊跟旁邊 一樣 一樣塞進去 等於起來才會 它們才會在一起 好 好像手拉手一樣 對 它們就是靠這個 對 粘稠性來把它們 組合 對 OK 把它塞著 差不多了 對 好 塞住 OK OK 好 OK 那這筍絲就可以把它撈進去 筍絲差不多可以了 然後進去了 OK 好 你會了嗎 我想應該 沒有問題吧 沒有問題 關掉 剛剛好 OK 時間剛剛好 這個水汁就放中間 對不對 我們會加一點點胡椒 起鍋的時候加一點點胡椒 好 稍洗就可以了 稍洗一點點就可以了 這個加胡椒的味道會更好 好 然後我們把它 裝進去 裝在裡面 把它 好 這邊可以拿過來 可以可以 那我們把辣椒的挑掉 對 覺得只要它的味道 並不是要辣椒 對 OK 剛剛那個 班杜店 這個好像 哇 一拿出來就覺得 這就是冬瓜的口味 對 就覺得 哇這個大菜很 很震撼的感覺 這個 我們把它放下去 沒關係 因為加一點薑 切 是要緊 但是你這樣做的話 上面要平的 扣過來的話 會奔盤 所以要把它 上面把它整理的平平的 對 不然會絕對會拌盤 OK 可以了 OK 好 加點水去汆燙 來 好 好 那我們要把它弄好 就像 老師講的 一定要平 這個沒有平的話 你扣過來 你就整個全部拌盤 然後我們會把它 沒有補滿的 用素魚漿去補 把它 補滿 對 補滿 對 它這個就是 靠這個再連 對 對 蘇醬 這個素魚漿 這樣補起來才會 均勻才不會 奔盤 因為你沒有補平的話 等一下做起來 一定會奔盤 對 這個是做扣的東西的 注意點就是這樣 一定要補滿 補平 這是一定的 你看看起來就差不多 一定要平平的 這樣平平的 這樣平平的 然後整碗 然後整碗再去蒸 那我們裡面那個已經做好 蒸好的 我們就把它拿出來 好不好 我們把成品拿出來 這個再放下去 放下去蒸 來 小心喔 那個很燙 那個很燙 所以我們今天不是做一道 其實是做兩道 等一下大家也吃得開心 這個來換回去 好 這樣就OK了 這個直接這樣蒸 對 蓋上蓋子 對 蒸的時間差不多要 30分 40分 左右 好 那這個已經完成了 那已經有 嗯 比較會快 蒸起來 就是這樣子 好 那這個扣的時候要非常小心 是最好 先把這樣蓋起來 然後晃過來 你不要整個拿著扣 你等一下全部都完蛋 對 非常的小心 來 把它扣起來 好 好 這個太燙了 要小心喔 你不要這樣過來 這樣過來 等一下湯都灑到你的臉上 你就變燙傷的 對 所以這個東西要拿 要很小心 一定要這樣子 好 這個下面的東西都鋪好 對 對 你要控制的剛剛 對 然後一手壓這邊 要壓好 對 看你要放在哪個點 你就把它放在哪個點 把它鋪好就可以 哇 非常漂亮的當歸 是不是 好 一樣就是要把旁邊這些 都補好 都黏住 都黏住 它才會有這個造型 剛剛有魚漿 素魚漿就是靠黏著的 這樣做起來一個 菜就非常的完美 好 那我們現在就等那個水開的時候 開好以後 穿燙一下 我們燙個東西 燙個青漿 它會顏色很漂亮 擺盤 擺盤 你不用青漿 用葉花菜也可以 都可以 葉花菜你先把它擺個圈圈 冬天青漿很多 青漿葉花菜都很棒 都很棒 對 來這個放下去 好 好 再把它蓋上吧 比較快 比較快 我們加一點點那個 那個鹽 鹽 它這樣青菜會比較好吃 對 那要加一點點油 比較亮 這個 這個汆燙任何東西 加一點油 一點鹽的話 這汆燙起來的菜就覺得 哇 很漂亮 加筋頭 對 要把它蓋一下嗎 好 這樣要很快 來 很快就OK了 那我想等一下還有一個動作 就是要調一點 然後調一點點那個 太白粉 我們利用這個時間 來調一點水 做太白粉 等一下 因為要淋在上面 要有一點點黏稠性 對 太白粉或是什麼粉 其實都可以 只要玉米粉也可以 都可以 只要它那個 手機粉 都可以 就一點點 有一點點那個黏稠性的就可以 我們這邊剛好有一點太白粉 我們就用太白粉 對 好 這個我想已經差不多了 差不多 其實它燙一下就可以了 對 對 這樣就OK 這樣翠麗就好了 所以現在的青薑有兩種 這一種改良的比較 比較厚 時間 可能要多燙了一分鐘 對 那你拍什麼造型 許仔麗了 真的是 好 真的很棒 好 你看 所以素食可以 可以做多少菜 我看你也不知道 素食可以做的樣子 真的太多了 我想我們到現在 開始教素食到現在 可能有做了一兩百 一兩百 很多菜 所以這些當然要用心的去學的 或 老師比較辛苦 雖然不敢說大菜 但是我想 每個人對素食的概念 就非常的充足 對 就可以在家裡 就不會說 素食我們這麼難吃 我想就會做得很棒 好 OK 哇 剛剛好 阿里有夠厲害 那不然算得剛剛好 一個菜很圓滿很漂亮 對 利用這個時候 我們來做的醬汁 醬汁淋在上面的醬汁 淋上去會比較漂亮 好 這個給我拿到旁邊去 好來 這個醬汁 我們先把水 倒掉 倒在 那個 那個鍋子裡面 好 其實醬汁 這也 調味也很簡單 就是不要很多 水差不多 一點點能夠淋到上面 都有淋到就 差不多半碗 半碗就差不多了 一點點水 好 調一點點味道 淋上去這樣就可以 然後它這個蠔油 已經很重了 所以 一點點就好 只是一個感覺就好 要差不多半匙就好了 半匙這樣 那就顏色 還有味道 它本身就夠了 好 好 那 等一下我們就 讓它滾了以後 我們不加味素 也不加任何的東西 因為這些都有味道 因為它已經蠔油了 它本身就是夠了 夠那個味道都可以了 對 淋上去 對 好 很棒 很棒 那有的人說 我中間要放一堆香菇 也是可以 看你想要怎樣 自己的樣子 隨便你怎麼去變化 冬瓜 就呈現在 大家的面前 大家要不要試試看 很簡單 謝謝 謝謝 一 將筍絲於一旁汆燙備用 把青椒菜葉子切斷備用 辣椒切斷備用 老薑切薄片備用 二 冬瓜去皮後 切成大塊狀 在塊狀上削兩刀 不要切斷備用 一旁將汆燙好的筍絲切斷 三 將切好的冬瓜下鍋油炸 炸到皮有點乾即可撈起 四 起油鍋爆香八角 老薑和辣椒 炒香後撈掉八角 再放入香菇絲 筍絲 加少許素蠔油 糖 高湯 或水調味 於一旁燜煮 五 將素魚漿塞入冬瓜中 圍成一個圈 三 將煮好的筍絲放入圓圈中間 靠素魚漿黏著 放入電鍋蒸熟 蒸熟後用碗盤蓋住 再倒入盤中 六 汆燙青江菜 加少許鹽 橄奶油調味 燙好後撈起擺盤 七 加水與半匙素蠔油調配醬汁 可額外調太白粉水 增加醬汁濃稠度 再加一點點芡汁即可 最後在淋上冬瓜上擠完成 哇 狗狗好可愛唷 但是沒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愛 你可以選擇狗狗的品種 但是不用選擇的是牠們的中心 牠們缺的是一個機會 在外面流浪的狗狗們 也渴望您的關懷 需要您的幫助 臺灣救狗協會 邀您一起 護持 救護 養護 流量狗 畫播帳號 50016766 50016766 互名 臺灣救狗協會 生命電視苗栗普提道場 舉辦傳授八關災戒 禮拜大解脫經 護生 點燈 購水 藥供 即甘露施時法會 恭請佔德法師主法 日期2月6號星期四 上午9點 地點苗栗普提道場 地址苗栗市中正路621號 聯絡電話 037-336-026 037-336-026 法會備有效在超鍵牌位 供大眾填寫 生命電視台北生命道場 舉辦三時系列 點燈 供水 護生 祭祈福超度法會 恭請佔德法師領舟 日期2月14號星期五 上午8點半 地點台北生命道場 地址台北市民生西路300號二樓 聯絡電話 02-2550-9900 02-2550-9900 法會備有免費消災超鍵牌位 供大眾填寫 有些事 。